虽然先關心來自家紀觀的消息 這是六草市專台加接市區技術的故鄉 市區山領和平致是專台出名 但今年市區山領是就企圖沒有正常影響 大量來檢查 但六草公司一樣很熱情 該以路跑的方式來慶祝市區則 今年一度的六草市區則 今年以路跑的方式來基盤 也因為這是六草公司修處基盤 全國最大型瓦東 地方是總統院 可以說路草鄉公司 路草鄉農會 路草鄉代表會 社區社團 還有我們所有的志工們 全體總統院 為了就是說 可以提供讓我們 參加這邊 我們的路跑的愛好者 喜好者 可以提供讓大家來六草 體驗 體驗路草田園風情 以及 人文特色 這張路跑有很多青人報名參加 做八分路草風情14公里組 人文健康7公里組 綠印休閒5公里組 山丘穿著綠色上衣 如同西瓜瓜冠色水一樣 管理導官也修讀 和山丘做灰造 用行動機器就操演工作 西瓜的種類 你想不到 七十幾種 七十幾種 所以表示技術的改良很多 不過我們路草鄉公司 就從年末期作響力就開始 開始辦西瓜節 每一年都好多人 但是今年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不好的消息 氣候變遷 所有的水果 在南部到北部 所有水果 從芒果 翁來西瓜 年輕的東西 統統欠收 但是我們的楊秀玉鄉長 欠收不是沒有西瓜 是西瓜比較少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西瓜節的精神辦下去 而且我們用路草 跟原油會 來取代西瓜節 路草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西瓜欠收 就是因為氣候變遷 太熱太熱了啦 再來大水啦 所以大家要提醒大家環保的觀念 董事館政府表示 董事館在前西瓜面積中間880公斤 年三年都得了13,850公斤 其中六草鄉是董事館第2段的選項 因此對董事館聯目規 等年鄉長開始辦理西瓜節 今年增加路跑活動 要不要被提供西瓜接受賀山手 喝到飽 好 做甜的 超級甜 每次拍的比較有感情 在等台山手的時間 董事館關也和民眾活動 行銷六草的農特選 今年不是沒有西瓜啦 今年是西瓜比較少 產量比較少 還是第一品質最好的西瓜 菜鹿草 這就是鹿草最健康的食品 叫做黃秋葵 吃的黏黏的 非常健康防礙 六草鄉公所表示 雖然今年西瓜三龍減少 但公所一樣很烈情 更大基盤路跑 讓我們從全國民眾參加 也介紹六草鄉的好景色 所以辛苦了 向六草鄉 請問四 請問四 請問四